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陆的朋友们你们好 台湾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昨天我是发了一期节目 是关于韩国人的两岸统一论 我整理了6条来反驳他的观点 这期视频发出去之后 网友的留言真的是给我做了很多补充 因为昨天的节目我也不可能 全面系统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所以说也很多话题是点到为止 但是我的网友他们个个都很有才 他们在留言区留了很多精彩的评论 我是十分的后悔 半个月之前我关闭评论 真的不应该关闭评论 现在我听取网友的意见 我每一个留言我都仔细看跟网友互动 在此我也是找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留言 我拿出来我们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 各位家人们各位亲人们老铁们 请搬好板凳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了 先看看这位朋友 他说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都可以讲的如此真诚 说韩国人他的节目说那些话 演的如此动人只因为你们爱听爱看 指的是国内大陆的那边小粉红 不相信的话把那些人抓去测谎 你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可以把戏演的这么好 简直是天生洗净 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是演给台湾人看的 只要对观众投其所好就行了 对吗 台湾才多少人呢 台湾2000万人网民还没那么多 但是大陆的网民多给演给大陆的网民看 这是演戏 这是第一位网友 那么第二位网友说韩国人说他是坏 他掌握财富密码 大赚特赚的人 你就问他敢不敢放弃国籍 你敢不敢把这个护照给剪掉 你直播剪护照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流行密码 财富密码 很多人爱看是吧 他不敢 网友评论 其他的网友说他只是想割韭菜 看是哪些韭菜 他自己不会去当韭菜的 他如果自己要是把护照给剪了 那岂不是自己跑去当韭菜了 然后这位网友说 舔共这碗饭也是挺竞争的 但是他讲的内容太多不合逻辑的地方 台湾人没啥理他 就给小粉红看的爽而已 是稍微有点诚实 稍微能够思考的人 都不能够看他的影片 但是大陆的很多人看 有些人翻墙到外网来给自己洗脑 韩国人这种影片就符合他的胃口 再看看第三个留言 说韩娜老早就挂着大赏马 说一堆骂自己国家的事情 骗那些小粉红的钱 那些小粉红打钱给他还打得很开心 是吧 把我说的很开心了 我的祖国很强霸 我给你打赏了 但是韩国人自己还乖乖的住在台湾 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还有蓝莹跟他一起开直播 现在都近而远之 怕靠太近怕出事 就是说也有风险 这个钱也不好赚 是吧 住在台湾天天说那些话 幸亏台湾的法律允许你言论自由 如果把这个时光倒退二三十年 在蒋经国的时代 这可真的是非常危险 我还挺怀念蒋经国时代的 又说这里挂着打赏马 我就特意跑到他的频道看了一下 还真的是 下面第一句话就是下方是韩国人的小额赞助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还有个赞助连接 既然是做生意 好吧 这期节目我也厚着脸皮 我也把自己的打赏马 我给放过来 看看有多少朋友捧场 这是我被保的耳马连接 是吧 欢迎小额赞助 我也放到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其实我就是表一个姿态 你不是把它当生意做吗 我就尝试一下 是吧 我也很久没有把被保的拿出来了 总觉得自己像一个臭腰贩子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能挣钱还要啥脸 今天我脸皮厚一回 我把被保耳尔马我给贴出来 咱们再看看下一个留言 说老黑说到重点了 台湾不只是因为民主制度太年轻还是怎样 一堆酸民只会在网络上说 但是又不敢出来参政 想改变又不做出实际的行动 然后就在那里妄想中国的侵略 对这种人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吧 台湾现在你看他两党 两党在立法院国会里面 研究者国会天天撕逼 天天你打我我打你 台湾的立法委员打架 我跟你说看了个不止一次了 几十年了 打来打去打架 打得特别凶 打头部血流 这我都是看过的 那么你要是放到中国大陆这边 有很多人想去改变现实 想去改变社会 但是他没有能力 法律不允许 人大代表中国 你能够去选吗 你在某个第一市里面 你不称个什么 你几千万你就不要拿来说事了 你怎么让你的思想称个上亿 然后跟什么那些 市长 市委书记 能够达到这种级别 你才能够去选这个人大代表 在中国不是说人人都能参政的 不仅不能参政 你连投票的权利都没有 你投票吗 你见过选票吗 而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你们见过选票吗 我就说的是实话吧 咱不是说恶意的去黑 能见到选票也行 但是他没有 以前我很多年前 我不是没想过 想去改变那片土地 但是自己的能力有限 而且框架把你所有改变社会的路 都给堵死了 再看下一个留言 这里说到了台湾的健保 他说我是台湾人 台湾的健保根本就不用钱 不管你生了什么大病 如果你动了大刀住院 政府只要你十分之一的钱 我昨天去市医院看心脏内科门诊 这是另外一个朋友 照X光核心电图 医生开了药给我 一共是200台币 200台币大概人民币 也就是50元人民币左右 感谢台湾健保 让我平民看得起医生吃得起药 在这里不了解台湾健保的朋友 大陆的朋友 海外的朋友 也可以来仔细的看一看这个留言 你看看他们才花多少钱 也不是说一分钱不花 但是花的钱 完全在他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200元台币 也就是50元人民币 50元人民币 也就是大概是他们的人均收入的几十分之一 四十分之一 五十分之一左右 是吧 这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是台湾的健保 有网友做了补充 再看看这个留言 这个是说中国的 中国大陆的 中国大陆其实很多东西都有 你要说中国的宪法很完善的 很完整的 你看中国它有法律 但是没有正义 有法院 但是看不见公平 有军队 但是守不了边防 整个印度有军队能守边防吗 有公安 但是判不来平安 大你最凶的就是公安 有医院 但是得不到健康 有红实质 但得不到慈善 有监视器 但是看不到真相 有监视器 包括你海服丢了 你也找不到有监视器 有最大的互联网 但是说句真话好难 有最多的人民 但不是粉红就是韭菜 有最强大的政府 但里面都是贪官 最强大的政府 中国是世界上 拥有官员比例最多的国家 没有之一 最多就是中国的政府 是世界上最庞大 最臃肿的政府 这是别人评价中国 那么这个留言是今天我摘选的最后的一个留言 也有人反驳我 反驳我的话我也听 我也去分析 你看这是简体字 应该是大陆的朋友 他说老黑在视频里说大陆看不起病 生不起大病只能等死 我想说的是老黑是不是没交医保社保 好大陆的城乡居民医保一年300块人民币 可以报销重大疾病的80% 老黑真的是不能怪大陆 只能怪你自己 首先我想说的一点是之前我在大陆待的时候 我是在一家台湾企业 我待过我在房地产公司我也待过 这都是那些缴纳社保的公司 我以前我也得过一些病也住过医院 但是不是多大的病也动过刀子 但是当时具体的花费是多少钱的 那个单子开出来之后是5000人民币 然后我这边我自费自费了大概是2000 自费大概是2000 就是给我报销了3000 就是那些单子我看不懂 哎呀那个单子打出来一长串 各种各样的花费 而且你在说这里 可以报销重大疾病的80% 那我再告诉你 当初我住院我得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 就是也不是什么要命的病 就是一个常规的病 但是很但是其他人 如果说真的是得了要命的大病了 我跟你讲中国的医院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你得的病越大 你就是说需要的医疗设备器械 这些主要医生越高级 他可以给你报销的比例就越低 就越低啊 这位朋友啊 应该是你没有得过大病啊 在这里呢我不怪你 如果说你的你自己或者说你的亲人家人 哪一天啊真的是得了大病了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去体会一下 如果说重大疾病啊 就按照你说的这个80%啊 你看看医院那是什么呀 那是销魂地销金窟啊 昨天我还看到有人在发视频啊 是关于医院开年会啊 就是说手术室里都是钱 手术室里都是钱啊 你要得个大病开个大刀啊 动不动啊 上百万几百万 这都不开玩笑 这时候给你报销80%有意义吗 剩下20%足以让你倾家荡产啊 我在这里我也不说什么 这个百分之几十几十了啊 我就就当是报80% 那剩下20%足以把你压垮啊 这是对于不同的声音啊 来做这么一个解释解读啊 从昨天的一期节目呢 真的是看到啊留言区的网友们 哎呀各个都是人才啊 就是真的像我这种频道啊 想忽悠网友真的是很困难的 忽悠网友代价是很高的 咱们就实打实的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 好的也听坏的也听啊 咱不像那些其他的那些什么 粉红自干五的频道哎呀 只要是打鸡血 只要是喂鸡汤 那喝的都是都叫一个香啊 哎那没办法啊 哎就是说二八定律啊 还是有的 百分之八十都是盲童的 百分之八十都是不愿意思考的 你要是去忽悠那百分之八十去做频道 去去拉流量 那这个钱赚的真的是很多的 是吧 但是像咱们这样的频道 咱们想说几句实话 想站着把钱赚了 那就不能够忽悠我的观众啊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也感谢你们支持捧场老黑的频道 那这期节目呢 咱们就摘选了这些朋友啊 去怼韩国人呢 针对我上期节目做了些补充 那好 那这期节目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